親愛的關係 愛情分很多種 但不是種種愛情都適合她們 尤其諸里維斯和雲露娜維達主演的最新愛情喜劇《婚禮 最恆色》 男主角Frank 因為母親的婚姻失敗而對愛情不蝕一骨 女主角Lancy 結束六年拍拖 但對愛情仍抱有希望 對愛情看法藍原不切 嘴炮功力卻同樣了得的兩個人 因為一場旅行婚禮而有了交閘 但他們的相遇相識 都充滿著豪不浪漫的互傳畫面 這對歡喜 冤家最終會否互相了解而走在一起 還是最多只能做對好朋友 那就真是令人為之著急 順帶一提 其實其洛里雲斯和雲露娜維達並不是第一次合作 最早在1992年的吸血殭屍經程四百年入面 已經連分都結過 而他們兩個私底下其實也非常欣賞對方 這次兩個會刷出什麼火花呢 真是值得觀眾期待